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为谁而来呢 我是为我的婆婆 就是想给我老妈买一个按摩椅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是家里面最辛苦的人 我的两个小孩现在一个11岁 一个6岁 都是老太太帮我带大的 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请您用您的职业 用您的专业现场跟我们来上一段 可以吗 我认为幸福不是用眼睛去寻找 幸福是用心去体悟 我从小到大都坚信一个事 就是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所以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遇见幸福 我冒昧地问一下这个双臂 这个是属于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 后天 我是在出生一百天的时候家里面失火了 然后我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后来爸爸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告诉他说没有办法治 我爸就只能把我抱回家 亲戚朋友都告诉他说扔掉吧 已经成这个样子留下来有什么意义 但是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爸爸他一直心里面觉得 这是我的孩子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他还活着 我就不可能放弃 我不可能扔掉他 所以我特别特别感激我爸爸 让我活下来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然后我也觉得 其实这个世上也没有比活着更大的幸福了 我听说其实虽然一次意外 你的双手没有了 但是你的双脚比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要灵活 能干我们很多人都干不了的事情是吗 很小的时候我是学会了用脚吃饭 然后再大一点用脚写字 后来我可以用脚做饭 然后喂猪种菜 厨地 开四轮拖拉机 左脚给右脚剪指甲 右脚给左脚剪指甲 而且志华身上还有一点特别 我觉得在这儿就是不突不快 一定要说的 志华靠着自己的双脚 考上了大学 太励志了 你给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我在上小学的年纪的时候 因为身体的一个残疾 学校是不愿意接受我的 所以我在窗外听了两年 两年以后 国家就颁布了 残疾儿童同等受教育的这个法例 所以我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 享受政策的人 那个时候我三年级 终于有了学籍 然后走进了学校 读到了中学毕业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工厂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于是我就自学高中课程 后来考上了大学 现在是一名在职博士生 我以前就听人家讲过 说一个人如果是生活的强者 或者是命运的强者的话 他无论事业 学业 情感 他都是成功的 所以其实你的感情生活 应该是比较幸福和成功的 对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对很幸运的人 因为我在读中专的时候 就遇到了我先生 我们两个是同学 同桌 初恋 哎呀 这个小甜蜜啊